中國電動車品牌比亞迪 光是今年五月就賣出超過 三十三萬輛電動車 年增百分之三十八點一三 穩坐中國電動車龍頭寶座 不過卻也引發對手的酸言酸語 于晨東直接點名比亞迪 因為有超低成本才能靠捲價格取勝 更呼籲業界能夠正向捲價值 這番話聽在比亞迪高層而立 很不失滋味 但是我客觀講 這個華為的話我印象中 過去一兩年也降了兩次價 降的幅度還蠻大 三萬五萬的 這也是捲價格 如果少一些對比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有更多人喜歡宇總 也會給華為的品牌加分吧 中國車企隔空大打口水戰 儘管當地車是需求放緩 但仍有業者全力充產能 未來汽車已貨批准 新建第三座工廠 年產量將增加到一百萬輛 幾乎趕上特斯拉的上海工廠 聲稱沒有產能過剩的問題 看今年中國的整個電動車的銷量來講的話 大家都還是在在在各種的堆高 每一台車的規格配備 然後去壓低它的價錢 我覺得總歸來講的話 還是在於說目前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 大家對於消費來講 這件事情的興趣或者是動力已經降低了 至於幾粒汽車則少來瑞士車用晶片大廠 亦發半導體簽署協議 將為旗下多個品牌中高階純電車 提供碳化系功率元件 協助提升性能 中國電動車市場兵家必爭 也讓各家車市上井發條 全面備戰 三立新聞 許光 歡迎一立婷綜合報導